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好 我是大熊 前面开一个战术棍 现在来一个战术包 其实呢 我是准备假期的时候出去旅游的 出去户外探险的 首先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战术 陆军战队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你腰带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腰带上 你来试试看 是不是挺好的 但是当你走路的时候呢 走走走走 那个会就掉出来了 这东西实在是太重了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有一公斤以上的 差不多是一点几公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里有个底 这是一个战术笔嘛 这里同样有个尖尖的角 这个东西呢可以拉不过你 也就是起到找碎东西的作用了 找到核桃应该没事吧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一个塑料壳 威力巨大 好的 这东西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旁边这边呢 圆图笔可以书写 然后这边包里面有小包 小包里面有个小塑料袋 小塑料袋里面有一个小刀 哇 这个刀就有点厉害了 这个 感觉这个刀就非常的 这个应该是很有用的 哇 这是真的很锋利啊 那比那个战术笔里面的 刀要厉害太多了 这么厚的木头 我就轻轻一削就削开了 哎 要小心点啊 这小孩子千万不要玩刀 摁一下这里才能收 那么也就是它这里有个保险 有保险的话就会更加安全 再看一下这里面 包里面有什么 肯定用压缩饼干 就是不爱饿的时候 你可以吃压缩饼干对吧 这是个啥 好精致啊 打开 指南针 哇 来看一下啊 这个指南针 还带一个凸点 来了来了 一个手电筒 这是非常需要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啊 一种 两种 落光 三种 一共有三种光 一种是常亮 一个是亮度比较小的常亮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闪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上什么电池啊 上这种 1865的这种大号电池啊 这个电池呢是非常禁用的 电力也非常的足 那我觉得它的亮度啊 如果是在夜里的话 是非常够用的 好 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宝贝 这啥 哦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 保温的 跟锡子一样 就是你戴上之后 就是像图片这样的效果 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睡袋效果 可以保温啊之类的 而且可以隐藏自己 OK 我们再接着看 这有个充电线 充电线是充哪里的 哦 这个充电线是给这个手电筒充电的 它是个充电的 哈哈哈哈 而且不是那种放电池而已的 这个东西可厉害了 你别看它 以为它是一根小小的铁石 其实它是一个锯子 我们来聚聚看啊 好 我们来聚 看到没有 它其实是一个锯子 这个锯子这样的实用 而且这个呢 收纳也是非常简单 你不用的时候 一缩 缩回去 就这么有点小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就是 你要砍个小树枝啊 不太好砍的时候 就用这个锯子 拉两下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还有什么 感觉宝贝很多啊 这是一个小方片的小刀啊 它也是一个 功能非常奇传的存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刀 这里是锯 这里是翘的 翘的 这里是一个翘东西的 这边还有刻度齿 还有没有东西啊 就野外灵动点什么火柴啊 这这个也是需要的对吧 这里有没有 只是一个挂钩而已 这个是指南针的手环 同时这里还有一点小锯子吧 这东西还可以啊 绳子一根 这也可能会在户外的时候用得到 这是一个啥 这是把万能钥匙就是 你想开哪里开哪里啊 这我说实话 不太懂在哪里用啊 这个东西 应该是一个金属的 铁做的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小起子吧 小起子上面呢 还是带着这个5厘米的刻度 哇 这个包里面东西很多啊 最后还有两样 一个是这个卡扣 这卡扣就不用多看了 这个很精致啊 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 我打开看一下 应该就是一个口哨吧 而且它是双出气口 应该是很响很搞的那种 我来吹一下看啊 我这个耳膜都要被它蒸破了 这个声音非常地有穿透力 就是你跟你的队友相差 好几公里 那你一吹哨 他都能听得到 这下是彻底的美了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都有那些 它有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就这个小包里面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战术包 比上次那个战术棍啊 来的实用性强太多了 首先你要说利润 它有这种大的匕首 然后呢 像这种指南针 非常的精致 应该是会更加精确一些 还有手电筒 这种求生防松这种睡袋啊 这个是锡子一样的 但是它很有作用 还有绳子啊 口哨啊 这些都有 那么这个战术包的价格呢 也是168块钱啊 比前面那个 我觉得实用性强太多了 那么如果是你 你会买这个战术包吗 可以底下评论告诉我一下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哦 拜拜